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又到了清明祭祖的时候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希望我为清明祭祖法会写一篇文稿 我欣然从命 以佛陀教育无上妙法为题 谈谈我二十年学佛对佛教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 以期与同修交流分享 愿共勉之 一 二十年学佛的收获 第一个收获 认识了佛教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 二十年前 我对佛教 一无所知 偶尔听人说起佛教 我都不屑一顾 就是两个字 迷信 大约是一九九七年前后 我得到了一本书 名字叫做《认识佛教》 是上境下空老法师 一九九四年 在美国麦阿密讲的 刚得到这本书 我没有在意 很长时间就搁在那儿 连翻都没翻 后来有一天 我闲来无事 信手拿起了这本书 没想到刚打开书 就把我吸引住了 因为书一开篇 就连着提了三个问题 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教 什么是佛法 这三个问题 我一个也不会回答 那就看看书里 怎么说的吧 老法师对这三个问题解释 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 干脆 利落 明了 易懂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 对于什么是佛教的解释 令我感到惊恶 老法师说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 这一说法 可以说是 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听说 这让我对佛教的基本概念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就是我认识佛教的开始吧 佛教的内容 归纳起来就是五个科目 伦理 道德 因果 哲学 科学 具体点说 佛法的教育内容 就是说了三件事 第一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这个大自然环境 是指整个虚空法界 不只是这个地球 第三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 就是人与不同围次空间 生物的关系 把这三个关系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对人事物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是正确的 决定没有错误 这就叫做正知正见 因为这与自性流露的德行 是完全相应的 是契合自性的 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佛 就是菩萨 所以说 佛教是佛陀教我们正确认识 关于人生的智慧和宇宙的真相 以达到至真 至善 幸福美满的教育理念 佛教的教学方法 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这个教学方法 是我们的老祖宗 祖祖相传下来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 遵循这个教学方法 就学有所成 而且是大成 二十年来 我依照这个教学方法 修学佛法 就是一部经 无量寿经 汇集本 一部著 黄念祖老居士的 大经科著 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不换题目 不拐弯 实践证明 这种教学方法 我坚持了二十年 我受益了 看到现在很多同修 仍然热衷于跑道场 喜欢亲近很多法师 有的到处皈依 认为皈依的法师 越多越好 他们把烧香 磕头 求佛保佑 当作就是学佛 对什么烧高香 烧头柱香 津津乐道 岂不知真正的香 是你的心香 如果你认为烧香 拜佛 佛就保佑你 没有这个道理 佛保佑众生的是什么 是经典 是教诲 那些把学佛学得热热闹闹的 今天修禅 明天修密 后天修净土 修到最后 什么都没修成 往好一点说 无非和佛结个缘吧 佛教的教学原则 是四一法 佛教的四一法 一法不一人 一意不一语 一智不一时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在这四一法里 佛强调一法不一人 教导佛弟子修学佛法的平一 是佛教的经典 而不是某个人 历史证明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由于注重讲经教学的 佛陀教育深入民心 佛教四众弟子严守戒律 而成为社会奉公守法的榜样 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风淳朴 安定和谐 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年学佛 使我对佛教的基本理念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原则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所以说 正确认识佛教 奠定了我坚实的学佛基础 第二个收获 认识了释迦牟尼佛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我请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那是十五年前 勇童修告诉我 要请一尊如来 于是我去了哈尔滨吉勒寺 对工作人员说 我要请一尊如来 工作人员对我说 这些都是如来 你要请哪尊如来 一下子把我弄懵了 如来不是一尊佛的名字吗 怎么都叫如来呢 我对工作人员说 我不懂 也说不明白 麻烦您帮我请一尊如来吧 工作人员从架子上 请下来一尊佛像 放在柜台上 我问 他是哪个如来呀 回答 他是释迦牟尼佛 我又问 释迦牟尼佛 在佛门是个什么官啊 工作人员笑着回答我 他是佛祖 我说 那我就请这尊佛祖吧 我就是这样 把释迦牟尼佛 请回家里的 把释迦牟尼佛像 请回家以后 为了对其 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又请了一本书 名字叫 释迦牟尼佛传 看这本书 让我认识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谁 释迦牟尼佛 是佛教的教主 出生在西元前 464年的4月初八 出生地点 是被称为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 他出生在人间 生长在人间 成佛 亦在人间 他不是神仙 也不是上帝 他是一位经过了多年 含辛茹苦的修行 而终究成了 大智大觉的完人 我们和释迦牟尼佛 是什么关系 在佛教中 释迦牟尼佛和弟子 是师生关系 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 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称呼 是本师 释迦牟尼佛 本师就是本来的老师 根本的老师 佛教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与西方宗教的教主 有不一样的地方 西方宗教的教主 与信众的关系 是创造者 与被创造者的关系 父与子的关系 主与仆的关系 释迦牟尼佛一生 在干什么 概括起来说 就是两个字 教学 佛陀的一生 都是在从事教学工作 讲经三百余会 办大小三百多次的班 他老人家 是个职业教师 按西方人所讲的 多元文化 释迦牟尼佛 是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家 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释迦牟尼佛 是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 义务工作者 他教学的理念 和孔子一样 有教 无类 他不分国籍 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只要你肯来学 就热心地教你一辈子 而且是分文不取 释迦牟尼佛的教学目标 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简而言之 一个低级层次 一个高级层次 所谓的低级层次 就是大众化的教育目标 这个目标 是解决社会问题 教诲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所谓的高级层次 就是对于特别有天分 志愿大的 想追求真理的 就跟你讲 宇宙生命万法的事实真相 就是诸法实相 目的是让你明心见性 这个在佛教里 是高层次的 就是证得佛果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决众生 知的问题 因为知难行义啊 众生不知 怎么能行 所以佛陀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就是要解决众生 知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 从来没有教人 修行过 全是上课 你在经上 有没有看到 释迦牟尼佛 哪一天带领大众 去参禅了 没有 有没有看到 释迦牟尼佛 哪一天带领大众 去念佛了 没有 有没有看见 释迦牟尼佛 带领大众 去开法会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天天 再教学 教学 这是真正的佛事 所以 我们学佛 要学释迦牟尼佛 学释迦佛 走释迦路 这是真正的学佛 这是正知 正见 正修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是给我们留下了经典 三藏十二部 这是末法众生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经典是救命的 经典是救人的 经典是救世的 如来的正法 如来的正法 在哪里 在经典里 我们要从佛陀的经典里 去找真正的佛法 依法不依人呀 二是给我们留下了言教和身教 他的言教 是老人家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 爱老人家的话说 他一生什么都没有说 他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就是佛陀 伟大的佛陀 他的身教 就是把佛法做出来 给我们看 这就是老人家的表法 从出生到缘迹 都是在为众生表法 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 就连他的名号 也是在表法 释迦翻作能人 仁慈 谋尼翻作寂静 就是心地清静 这就是给末法众生治病的 末法众生 心地不善 心福气躁 释迦牟尼 就是对质的良药 我们怎样学习释迦牟尼佛 学习释迦牟尼佛 最最重要的 是要学释迦牟尼佛 走释迦路 什么是释迦路 就是讲经教学 度众生的路 学习释迦牟尼佛 首先要学习它 完全彻底的放下 世尊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说的就是放下 表演的也是放下 世尊十九岁放弃王位 出去求学 修苦行 这对世间人来说 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为王位 荣华富贵 娇妻爱子 这些正是世人苦苦追求的东西 而世尊恰恰放弃了 这些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 他的大彻大悟 不是参学得来的 是放下得来的 佛法里头就是放下 这个放下就是 为道日损 佛法是大道 所以成就这个大道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我们天天念佛 学佛 你不妨问问自己 你放下了吗 你放下了多少 想想世尊给我们做出的样子 衡量自己到底是真学佛 还是假学佛 这是真标准 这是硬标准 你看世尊给我们表演的 老人家一生没有道场 他人在哪里 道场就在哪里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就连最后原祭 都是在菩提树下 这种放下 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放下 我们学习释迦牟尼佛 一定要从放下学起 学习释迦牟尼佛 要学习他的敬业精神 作为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世尊一生 勤奋地教学 每天上课八小时 都是在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没有放假 没有休息 世尊的敬业精神 让我们钦佩不已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学习释迦牟尼佛 修忍辱波罗蜜 这是我们向世尊学习的 另一个重点 世尊在金刚经上 给我们讲得很好 一切法得成于忍 经上讲的一切法 是包括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道业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忍辱 你没有耐心 不能忍辱就不能成就 你有耐心 能忍辱就能成就 而且是你有多大的耐心 就有多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环境 非常复杂 尤其是人事环境 尤为复杂 就是在我们学佛的团体里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也不例外 有搞是非人我的 有搞明文立养的 有打妄语骗人的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只有忍受 修忍辱波罗蜜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办法 如果在团体里头 没有这种情形 那是圣人的团体 这样的团体 现在在人间找不到 在末法时期修行 忍辱要放在第一 因为我们现在所忍受的 是古人的一百倍都不止 为什么 现在环境不好 特别是人事环境不好 我们要有古人一百倍的忍耐力 才有成就 所以要加强自己的忍辱 什么都能忍 什么都要让 什么亏都要吃 这样才能成就 第三个收获 认识了阿弥陀佛 2000年 我有幸得到一本 《无量寿经》汇集本 和一套《无量寿经》光碟 这套光碟 一共70碟 每碟一个小时 是老法师1994年 在台湾宣讲的 这一次是老法师 第三次宣讲《无量寿经》 就是这本汇集本 和这套光盘 使我认识了阿弥陀佛 自此 我和阿弥陀佛 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我认识阿弥陀佛的开始 认识阿弥陀佛 自然也就认识了 阿弥陀佛的48愿 认识了阿弥陀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 认识了阿弥陀佛 就好像找到了 久违的亲人 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我有依有靠了 阿弥陀佛是我的亲人 阿弥陀佛是我可以依靠的亲人 阿弥陀佛是我唯一 可以依靠的亲人 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西方极乐世界 是我唯一真正的家 认识了阿弥陀佛的48愿 坚定了我修学 净土念佛法门 今生一定老实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的信念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不换题目 不管弯 一生圆成佛道 有人曾经问我 你二十年学佛 得到了什么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我得到了阿弥陀佛 第四个收获 认识了上镜下空老法师 人生寓意名师足矣 我今生遇到了可遇不可求的名师 上镜下空老法师 有人好奇心比较强 一直在研究我和老法师是什么缘分 我自己总结了三条 第一条 碟中缘 2000年 我得到了一套无量寿晶光碟 这是我第一次和老法师结缘 2010年春节前 老法师看到了我2003年拍的第一张光碟 信念 邀我去香港见面 这是第二个碟中原吧 第二条 梦中原 2010年春节前两个月 在相隔20天的时间里 我两次梦到老法师 第一次老法师一直看着我笑 没说话 第二次是看着我笑 嘴在动 好像在说什么 但没有听到声音 第二天早晨 出了这四句话 敬念相继 念弥陀 空意有来 有意空 无事 佛陀 一弟子 师成一脉 去极乐 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 就是 敬空 无师 第三条 师生缘 我和上镜下空老法师 是师生缘 多生多节 老法师就是我的老师 我是老法师的学生 今生今世缘成熟了 师生又遇到了 这一回 老师可要带我回家了 记得我曾经三次撰文 写 我所认识的 敬空老法师 2014年 我又在公开场合说 敬空老法师 是一位圣僧 何为圣 大绝 者也 我也曾半开玩笑地 跟人说过 我原来不知道 我来这个世界 干啥来了 现在我知道了 我来这个世界的使命之一 就是把一个真实的老法师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让更多的有缘众生 共沾法路 共受法义 认识和亲近上境下空老法师 不是我刻意求来的 它是一种水到渠成吧 缘成熟了 推也推不掉 缘不成熟 求也求不来 一切顺其自然 一切随缘最好 不要忘了 智诚感通 四个字 心通 重要啊 心 怎么通 清静 就通 不清静 就不通 平等 就通 不平等 就不通 绝 就通 不绝 就不通 就是这么简单 二 佛陀 教育 无上 妙法 二十多年以前 我还没有闻到佛法 各种各样的磨难 接踵而至 让我应接不暇 我的人生 跌到了最低谷 那时 我曾经想过出家 那时要出家 真的就是一种逃避 想远离着是非之地 眼不见 心不烦 我也曾经想过自杀 想用这种方式解脱自己 离开这个纷纷杂杂的世界 以为这样就一了百了了 就在我在痛苦的深渊中 苦苦挣扎的危难时刻 我有幸闻到了佛法 那一年 是二零零零年 是我的人生转折之年 正如我前面所说 我闻到了佛法 我认识了佛教 认识了释迦牟尼佛 认识了阿弥陀佛 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 认识了上镜下空老法师 从此 我的人生 有了智的转折 第一 不智之症 不智而遇 1999年 我得了不智之症 系统性红斑狼疮 主治的教授说 我随时面临死亡 因为我对所有的药物过敏 既不能打针 也不能吃药 教授说 你既不能打针 也不能吃药 你说这个病 怎么给你治吧 看到教授面露难色 我不忍心给教授出难题 就说 真的难为您了 那我就出院回家吧 说实在的 那时决定出院回家 我是既无出路 也无退路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回家等死吧 可能是我命不该绝 佛菩萨来救我了 有人告诉我读经 念佛 送大悲咒 我依依照做 可能心诚则灵吧 我的病在不知不觉中 好起来了 到今年 已经17个年头了 我不但没有死 不但活过来了 而且越活越好 我得了不智之症 却又不智而遇 按我同学的话说 我创造了两个奇迹 一个是医学奇迹 一个是生命奇迹 我这个同学 是内科医学教授 第二 拓开心量 笑对人生 以前 我觉得人生真苦 苦不堪言 越觉得苦 难题越多 一个难题 一个坎 坎坎都难过 接受了佛陀教育以后 我的性格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家亲眷属 亲朋好友 同学同事 都发现了我的变化 他们说 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告诉他们 原来的那个我 死掉了 现在的是一个新的我 是一个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我 过去的我 觉得人生苦 现在我觉得人生真美好 真的像老法师说的那样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我自己觉得 学佛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变化 就是心太好了 心量大了 天天做到真诚待人 笑对人生 老实念佛 法喜充满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不管外界 家喻我的是什么 我都心地清静 坦然面对 永远感恩 对于伤害我 毁谤我 侮辱我的人 我都心怀感恩 感恩他们帮助我 消除业障 助我成佛 实践证明 对一切人事物 永远用真诚心 慈悲心 什么境界都能转过来 如果你还有过不去的坎 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 当年有人批评他 有人骂他 有人侮辱他 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比比释迦牟尼佛 我们算什么 决定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不单不放在心上 还要感谢他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在考我的定工 不考 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进步 考试通过了 怎么能不感恩 你的主考老师呢 能够拓开心量 笑对人生 你会觉得生活 充满了阳光 生命充满了生机 一切法 从心想生 不要把这句话 当成口头禅 真正做到了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你的境界 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法喜充满的 真实含义 第三 佛陀教育 开启智慧 老法师在讲经过程中 经常提到我 说我得念佛三昧了 说我开悟了 对于这个 我可以坦诚地 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 我没有老法师 说得那么好 老法师这么说 是对我的爱护和鼓励 对我来说 是一种鞭策 是一种前进的动力 对于老法师说 我老实 听话 真干 我一直努力在做 但做得不尽完美 仍需继续努力 说到智慧 人人都喜欢智慧 人人都需要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 首先肯定地说 聪明不是智慧 聪明和智慧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我二十年 学佛的体悟 我给智慧 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智慧 是对宇宙人生 真相的认知 换句话说 就是对诸法实相的认知 要知道 世尊四十九年 在给我们说什么 就是在说诸法实相 所以说 你对诸法实相认知的越多 你的智慧就越多 你对诸法实相认知的越少 你的智慧就越少 你对诸法实相没有认知 你就没有智慧 怎样开启智慧 曾经有同修跟我说 刘老师 文殊菩萨是智慧菩萨 我念文殊菩萨名号 或念文殊菩萨心咒 是不是智慧就开了 我告诉他 凡事都有个理 你要明理才好 佛告诉我们 智慧是怎么开的 佛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这就是告诉我们 智慧是自性本有的 现在你的智慧不能现前 什么原因 你要把这个原因找到 如果你找不到原因 你就去念文殊菩萨名号 和文殊菩萨心咒 我敢说 你就是念一百万遍 也开不了智慧 为什么 因为智慧在内不在外 你舍弃内求 而苦苦地去外求 怎能把智慧求来 还有同修跟我说 古大德说 成佛的法华 开会的楞严 我读楞严经 是不是能开智慧 我告诉他 古大德说的一点没错 我也曾经读过楞严经 还抄写过楞严经 我是读也没开悟 抄也没开悟 照样烦恼多多 为什么 不明理吗 佛把开智慧的方法 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能把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 智慧就开了 执着是头一个 这是最严重的障碍 你放下了执着 你就开了三分之一的智慧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等于阿罗汉 你再放下分别 你就开了三分之二的智慧 你的智慧就和文殊菩萨的智慧 无二无别 如果再把起心动念放下 你就得到佛一样的智慧 佛教我们这个开智慧的方法太好了 我们把原因找到了 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 被妄想 分别 执着 障碍住了 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智慧自然就现前了 如果你放不下这些 独愣言经 你也开不了智慧 告诉大家最最重要的一句话 必须把自私自利放弃 起心动念 不再为自己想 为一切众生想 你的智慧慢慢就开了 你的福报也慢慢现前 一切为众生 没有一丝毫为自己 自己跟众生 是一不是二 自他不二 才能够真正开智慧 以上说了这么多 没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 只想用我二十年学佛的经历 感悟 告诉大家 佛陀教育是无上妙法 佛陀佛教育是法 佛陀教育是妙法 佛陀教育是无上妙法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 心念弥陀 心念弥陀无间断 口念弥陀连成片 念佛三昧不难得 往生极乐在眼前 真心艳离 缩婆苦 红尘之心 早念断 求生极乐 信愿间 放下杂念 归敬念 佛在心中做 时时都快乐 凡夫不思议 菩萨这样说 诸佛来救世 应机说法多 若要留痕迹 真假实难说 刘素云顶礼 我们读了 刘素云居士的报告 这一篇报告 要多多的流通 为什么 对于学佛的同学 有很大的帮助 那刘吉思 学佛二十年的成就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学佛二十年的同学 很多 能说得出来 能写得出来 这些话的人 不读 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 三个字 每一方下 那师父的秘句 我是常常确认 常常提在口头上 放下妄想 不用妄想 生活 待人见物 用真诚信 你才能 骑入 佛的境界 换一句话说 金 你才能看得懂 佛号 你才想念 不念 不诚 一定要念 拦也拦不住 为什么 你认识了 为什么 你认识了 今天 社会一般 像能量 正能量 无比 纯正的能量 就是念佛 这能不念吗 不念佛 那个能量 都是负面 都是生烦恼的 这三十年 学佛 真的学到了 真搞清楚了 真搞明白了 他的进步 比我快 他二十年 到这样 这个层次 我学佛 二十年 没到我 我学佛 连起 是学哲书 二十几岁 我那年 二十六岁 对所有的宗教 都认为什么 因 尤其对佛教 那佛教 什么都外 在宗教里面 被称为 多神教 多神教 就意味着 是第一级宗教 高级宗教 只有一个真实 那佛什么都外 第一级宗教 迷信 那一年 我跟方东美先生 是哲学 非常难得 老师给我讲一部 哲学概论 我们不是在 扩堂上扩 是在他家里 小客厅 他住在一栋 日本时代的 花园 别墅 丹门都户 还有院子 院子里树木很多 非常有劲 我每一个星期 上午 到他家里 他给我上一趟哭 两个小时 每个星期天 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那他给我上哭 分成 四个大单元 从西洋哲学讲起 讲到中国的哲学 讲到印度哲学 最后 给我讲的 佛经哲学 那个时候 我非常惊讶 我说佛 是宗教 是迷信 是多神教 低级宗教 他怎么会有这 老师告诉我 你还年轻 你不懂 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这一堂过 引起我对佛学的兴趣 闻所未闻 就很用心 学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 学完了 我的信心 生起来了 对于佛法 非常向往 老师告诉我 你真地想学佛 佛教不在寺庙 问他在哪里 他就告诉我 年半年前 中国 城市给乡村 你看 佛地庙 大小 大小 寺庙 很多 到处都能看到 看到佛陀教育的普及 这里面住的出家人 无论是男女 都是有德行 有学问 他们都负责 教化众生的使命 奉到年纪大的价值 中国农忙国收获收完了 所以秋收东藏 冬天下去 不能工作 这个时候 寺庙里头 办讲座 办论坛 就是讲一部经 讲一部论 有一些读书人 都到寺庙里面 所以讨金丹 那意思就是 我到寺庙来 住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听信 把这部经听完 寺庙都非常欢迎 家庭环境好的 会带一点供养 家庭环境不好的寺庙也接待 不拒绝 你在这里住 住一个月 跟大家生活一样 你在学这门工库 所以 所以 佛陆教育 对社会的安定 对于人 人心 净化 做出 很大的贡献 而国家能长治久安 靠教育 佛教的教育 佛教的教育 没有中断了 每年 这些年纪 驾驶 这个寺庙里头都做法会 那个时候法会不是这个 那个时候法会全是论坛 全是讲座 时间短 只有几个小时 就是讲一个 一篇讲演 没办法讲进 或者是讲几首寄送 全是教育 佛师 做佛师 现在叫做佛师 是 为死人佛 做超度 这些佛师 送进超度 过去不是 过去佛师 今天 刘苏云知识 这报告里讲得好 佛师是教学 就是 释迦牟尼佛干的事 释迦牟尼佛在世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没听说 哪一天放假 哪一天休息 没有 那佛教学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你一诚诚恨恨恨恨 跟他学 他就非常认真 教导你 不收学 飞 生活呢 大家都一样 释迦牟尼佛出去 突破 跟着一起 突破 日中一时 属下一休 不但没有讲他 他也没有 说 住宿的地方 树下一休 就那么简单 这个叫佛死 我们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了 现在不但世间人没搞清楚 很多出家人都没搞清楚 我学佛了 对着产生浓厚的兴趣 也像我的老师 我向他提出 这个出家这段事情 他很赞成 鼓励我出家 但你一个人在台湾 没有家里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一个人就做住了 好 告诉我 出家 学舍加勿力 当时就叫我去读连本书 舍加方志 舍加坡 那个时候 这年本书 在台湾买不到 哪里有呢 大藏经里都有 我们就开始逛四庙了 逛四庙干什么 四庙有金书 方老师告诉我 学佛要从金书下书 所以四庙里有藏 大藏经 我们就把这两个都找出来 好在分量不多 那用了几天的时间 把它抄下来了 抄下来的也读得明了了 所以老师说 学佛都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要不然 你会走错路 走上邪路 走上岔路 那就错了 所以你要学佛 首先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身心研究 你完全搞清楚了 你就不会走错路了 我们也就学了真的 听老师的话 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 我们就走教学的路子 教学的本事 是在台中学的 李宾南老师 那时候张家大师 圆起了 这位老居士 儒舌佛舌 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台中建立一个联社 台中联社 又建一个图书馆 慈光图书馆 还建立一个菩提医院 建立一个老人院 两个托儿所 做这些慈善事业 那我在台那里学尖教 他劝我 念佛 劝我修建筑法文 劝了我很多次 我都没接受 还有个参与法诗 他对我也很关心 劝我修建筑 我也没有在意 我学佛 认识建筑 是讲华严经 讲了一半 华严我讲过两次 第一次 讲了一半 八十跟四十同时讲 一个星期六个小时 四个小时讲八十话语 另外两个小时 讲四十话语 讲到五十三层 豁然看到文殊不显 这两位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 最敬佩的 最敬佩的 最向往的 看到这两位菩萨都是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阿弥陀佩的 阿弥陀佩那你成就的 这才让我认真 去思维 我们最佩服的 两个两尊菩萨 他们是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佩的学生 我要不要修建筑 我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 才认识建筑 普贤菩萨 是大愿望 倒归极乐 也把我倒归了 我比不上刘苏云了 刘苏云一开头 她就接受我 一说我去就接受我 我差不多搞了三十年了 才接受我 还好还寿命长 要不是寿命长的话 永远就机会都没有了 那我学佛到今年 六十五年 你看一般的时间 才相信 所以经上讲 这是男性之法 我肯定 就我一生修佛 这个法门真男性 修佛三十年 讲经讲了二十多年 我修佛七年 出来讲经 二十六岁开始学佛 七年 出来讲经 奖经到今年 五十八年 学佛 六十五年 不容计啊 他的善根 给我胜后 很难 这一片东西 特别是给 学佛 老同修 信心 很没定 初学的人 更应当看 不止于走万路 啊 念佛了 真正能够 得到佛法 殊胜的利益 那是法习充满了 长生 欢喜心 啊 这甚至于可以印成小厕子 六同 啊 给初学的人 我们后面 还有一篇报告 啊 是 企业家 设法的报告 谱写中国梦的企业篇章 构建幸福企业家文化 近年来 习主席提出 构建中国梦的理念 并指出 中华文化 是中华儿女 共同的精神基因 净空老教授也提到 希望企业能够继承 中国传统家的精神与功能 用道义来感化员工 苏州顾德 践行幸福企业家文化的理念 谱写出了 实现中国梦的企业新篇章 作为中国制造半导体起建的上市公司 苏州顾德确立的公司核心价值观是 企业的价值 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 2009年底 公司尝试用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构建幸福企业典范 探索出幸福企业八大模组体系 2013年底 顾德开始逐步形成家文化的中国式管理 数年来 秉持着内求利他的家训 顾德记录和传播着幸福企业的典范构建经验 迄今已有数千家中外企业 社会团体前来参访学习 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顾德再度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 圣费教育成就幸福企业主题报告 图为吴念博董事长和古魅君老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主题报告 1. 幸福企业八大模组织基础 人文关怀 孟子告齐宣王曰 2. 君之士臣如首族 3. 君之士臣如拳马 4. 则臣之士臣如国人 5. 君之士臣如土戒 5. 则臣之士臣如寇筹 5. 群书制药卷三十七 6. 孟子 6. 孟子对齐宣王说 7.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自己的手足 7.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自己的父亲 7.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全民 7.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陌路人 7.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尘土草芥 7.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仇敌 7. 顾德公司的幸福企业体系 8. 包括八个模组 8. 人文关怀 8. 圣贤教育 8. 绿色企业 8. 健康促进 8. 慈善公益 8. 智工拓展 8. 人文记录 8. 敦伦敬奋 8. 图为 9. 图德幸福企业 8. 八大模组 人文关怀 是幸福企业八大模组的基础 首先要建立信任 企业家要把员工视为家人 员工才能把企业家视为家长 在推进家文化之后 固得2300多名员工 上下班不用打卡 公司把信任交还给了每一位员工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本 固得让士林女员工系统学习 女德教育课程 年轻妈妈还可以申请享受为期两年的育婴假期 每月发放育婴费 孩子满两周岁后 再回到公司来上班 幸福爱心缘 让双职工的子女 放学后 在公司能得到专人照顾 并进行校道等教育 公司还鼓励员工给父母洗脚和凤茶 员工家人也是公司所关注的 公司的黄金老人计划 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 每月送上孝顺金 幸福宝宝关爱计划 为员工还留在原级的12周岁以下的子女 送上关怀金 幸福宝宝的父母 每年享有带薪假 回家探望孩子 长期的人文关怀 在点点滴滴中 感动着员工及家人 高管们主动缩小办公空间 贴近产线员工 几个部门合并办公 有车的干部 成立爱心车队 服务有需要的员工 公司的幸福理法师 手艺好的员工 管理干部义务做起理法师 连续两年春节 公司订单直线增加 但是公司仍然鼓励一线员工提前返乡 管理干部主动到产线去顶岗 完成订单 顾德取消了很多项 普通企业沿用罚的管理制度 用画子来感化 叫化员工 二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圣贤教育学习班 致民之道 误读于教也 群书制药卷四十二 言帖论 治理百姓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心一意 致力于推动教化 君子之教也 外则 教之以 尊其君掌 内则 教之以 孝于 其亲 群书制药 眷妻 礼记 君子的教化 教导人们 在外 要尊敬 君掌 在家中 要孝顺 父母 顾德 把全员学习 圣贤教育 作为公司的重要事项 来推进 员工 从原来的每周上六天班 改为上五天班 让员工有时间学习 秉承古圣先贤 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的理念 2014年新春 顾德举办 传统文化道德大讲堂 让企业家 以及伙伴企业的员工 聆听 孝道与道义 六月开始进行 全员教育 此时正值生产高峰 公司让生产部门 放下订单 让全体员工 轮班进行学习 学习内容 持续孝道和因果教育 很多员工 学习后 就戒烟戒赌 减少肉食 忏悔不孝 准备离婚的夫妻 重新和好 2015年 顾德公司 第四期圣贤教育 学习班 正式启动 公司的家人们 按时到达总场的 尊师府前集合 整理着 整理着装 正心肃荣 怀着感恩 虔诚的心 礼尽 大成至圣 先师 孔老夫子 大家长 吴董 早早来到 明德堂 细心的调整 每一处布置的细节 恭敬心 就是最好的学问 图为 大家长 一早来到明德堂 一举一动 体现出对万物的恭敬 图为 圣贤教育学习班的 课堂现场 经典 是开启我们心灵 深处智慧的钥匙 它承载着 古圣先贤的智慧精髓 为后世子孙 能够破迷开悟 提供了依据和方法 大家长 吴董 在开班仪式中 致词 我们幸福企业 是从幸福家庭开始的 父母幸福 家庭幸福 孩子幸福 同事之间幸福 进而此心于物 我们称为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 是我们对万事万物 都要像对待人一样 去关怀 唐总在第一天的学习结束后 分享了爱字的核心意义之所在 只有用心来感受他人的需要 用心来呵护每一位家人的善念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 图上为学习班上 家人们共同聆听陈大会老师专访 净空老教授 和谐拯救危机 图下为茶歇期间 古老师辅导各组组长 如何有序进退场 从而体现出对圣贤的恭敬态度 通过学习校道 通过学习校道课程 很多家人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IC厂的家人小梦 曾经拿砖头拍自己的脑袋 和父亲对质 被父亲形容为 右手砍刀 左手飞镖 父子关系一直不融洽 就是这样一位 天不怕地不怕的男生 来到顾德接受圣贤教育 点点滴滴发生了改变 中秋节的时候 大家长为每位员工的父母 寄取月饼 并鼓励他们给父母写信 就是这和月饼 和这封儿子的信 让父亲感动而又欣慰 逢人就说 儿子懂事了 儿子长大了 父子关系 从此转变 图为公司的家人 小梦 上和小和 下 上台 做学习分享 爱心部的家人 小和说 通过学习 我不敢憎恨父母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 爸爸妈妈 当我想孝顺爸爸的时候 爸爸已经不在了 我对不起我爸爸 因为他生病的时候 我都没有陪在他身边照顾他 现在我隔一天就会给妈妈打电话 陪他聊天 现在我想对妈妈说 妈妈 我爱你 我还想对公公婆婆道歉 对不起您们 说到这里 小和已经气不成声 古老师安慰他说 重要的是 你要加倍地孝顺妈妈和公婆 如果有机会 再去照顾更多的老人 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义 老祖宗 为我们留下 经典和圣贤文化 就是为了 让后世子孙 学习名理 能够踏对 人生的脚步 圣贤文化的话 是感化 变化 学习圣贤文化 故得的家人们 悄然发生着变化 正如大家长所说的 我们更懂得孝顺父母了 更懂得夫妻相处之道了 更懂得做孩子的好榜样了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在变 课程第四天 家人们一起学习了纪录片 为什么不能吃他们 深感震撼 随后 古老师鼓励大家 词心于物 从中体会一种 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 从营养学的角度 鼓励大家 选择低碳环保的饮食方式 这一堂健康饮食的课程 让家人们懂得 如何更好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现场一位IC厂的家人 当即表示 以后不再吃猪肉和牛肉 图为 古魅君老师上台报告 如何选择健康饮食 古老师还分享了一个故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丹麦人由于遭到联军封锁 食物短缺 不得不吃素 因为粮食古物太少了 所以丹麦总理要求国家的医生 制定一个食物配置计划 从此禁止用古物饲养牲畜 因为一公斤牛肉 要消耗近七公斤谷物 有三百万人被迫吃素 但是一年后 丹麦全国的死亡率 比过去18年来降低了34% 在二战期间 挪威因被德国占领 人民被迫吃素 其罹患疾病死亡率 创历史新低 随后 家人小郭分享了 他所知道的养鸡场的情况 某知名品牌快餐店所用的鸡 是不长毛的 生长周期 大概是五个工作周 小鸡仔从第一天就开始打激素 一直到出厂前的一周才停止 不同的阶段 打不同的激素 最初打长骨骼的真迹 两周后打长肉的真迹 小鸡长到四五斤 只需要四周的时间 而且晚上还要用一百度的大灯去照射 使它们一直处在生长期 那些鸡的脊背是不长毛的 称为红皮鸡 看不到一点点毛 基本上是全部长骨头和肉 它们的存活率 大概只有60%至70% 出篮装鸡的时候 鸡倒下去是爬不起来的 通过学习健康饮食的课程 家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身有伤疑亲优的道理 更懂得如何选择饮食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学习学习 学习期间 大家长五斗 时时关心着家人们的学习情况 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赶到明德堂 看望家人们 图为大家长到明德堂 看望家人们 上 以及圣贤教育学习班家人们的合影 下 五斗说 我们要知道财富是怎么来的 怎么样财富可以越来越多 不失 不失就是付出 我们付出一个笑容 也是不失 这就叫正能量 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表示 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工厂 看到顾德是最棒的 这样具有社会责任的 能够用上班的时间来给大家学习 中国就是有希望 我们二极馆在中国企业是第一家 他说用就用最好的 他们一个季度 二季度做236亿美金 他们来看过之后也觉得 如果每个企业都这样 社会就会好 不得的家人用发自内心的声音 说出他们的美好愿景 用心将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 他们不但是说到了 而且是真正的 而且是真正的做到了 三 又无又 以及人之又 幸福宝宝 习三代 明王之 毕竟妻子也 盖有道言 身 以及身 子 子 以及子 非 以及非 君修此三者 则 大化 看于天下 群书制药卷时 孔子 佳雨 以往 夏商周 三代的圣明君主 必定尊重 爱护妻子 与儿女 是有道理的 尊重自身 推积到 尊重百姓 亲爱儿女 推积到 亲爱百姓的儿女 尊重妻子 推积到尊重百姓的妻子 君王做好这三件事 那么 深远的教化 才能推广到 普天之下 一 立东 时节的亲子活动 2015年 11月8日 在立东 这个秋收 冬藏的日子里 顾德公司 联合 清风书院的老师 和孩子们 共同举办一次 有益于孩子成长的 亲子互动活动 吴董带着亲子团 参观了公司 IC厂的尽叫 并开始正式的亲子活动 吴董在分享中 将孝字的意义 生动地分享给在座的家人们 并且说 所有事情都是和孝有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 真正的内涵 就是孝的圆满 书院的王院长分享说 我们来到顾德 所感受到的是 大家的一言一行 就是一本活的弟子规 书院的老师们 带领家人们 开始角色互换活动 通过儿女和父母的 角色互换的学习 以达到改过谦善的作用 吴董的孙女 是其中最小的孩子 在凤茶环节中 乖巧可爱的她 也学着给太奶奶 奉上一杯孝心茶 并说 太奶奶请用茶 太奶奶高兴地 合不拢嘴 说道 谢谢 图为 孩子们在学习 如何敬奉父母 掌上 中午时分 公司还组织家长 与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孩子们学得十分认真 饺子里蕴含的是 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爱的交流 并让孩子们体会到日常生活中 父母照顾自己一日三餐的辛劳 从而培养感恩之心 习劳之感恩 徒为孩子们学习如何包饺子 午餐过后 是餐后 习劳体验 从小就要培养孩子 吃苦耐劳 勇于付出的精神 徒为 午餐之后的 洗劳体验 吴董亲自教着孙女 如何擦桌子 真正的呵护好 我们身边的物品 不只是来擦拭桌子面 还要把桌腿等卫生死角 一并擦拭干净 孙女认真的跟着爷爷学着 坐着体悟着 相信今天他所经历的一切 将是他成长道路上 最重要的一刻 徒为爷爷教孙女 如何擦桌子和地板 最令孩子们开心的是去幸福农场 亲近大自然 在蒙蒙的细雨中 孩子们欢呼着奔向农场 在吴董和家长们的讲解下 了解自然万物的成长 并解答了孩子们心中的种种疑问 图为孩子们在前往幸福农场的路上 顾得立冬的亲子日 旨在让家长更多的来陪伴孩子成长 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幸福就是你看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幸福企业推展中心所说的这句话 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二 关爱中国的留守儿童 古德有言 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古德不仅独善其身 更是奸善天下 2013年 古德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每周刊 共同成立明德公益基金会 将目光着眼于关爱留守儿童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幸福的校园中学习生活 并将爱普及到每一位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公司携手成静伙伴志愿者 定期前往安徽 广西等地 关怀留守儿童 武董 用身教的力量 感动着志愿者和师生们 广西 是留守儿童 最多的地区 近大新县 就有近万名 父母 父母不在身边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一次座谈会上 天等县的罗局长 在发言时 留下了感激的泪水 他说 他的工作 需要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 最了解这些儿童的实际情况 多年来 他一直在为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 生存环境呼吁 他睡前想的是这些孩子 睡醒了想的还是他们 现在 有基金会和顾德的爱心人士来帮助 今晚 他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他今天 在大新 圆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梦 他向这些爱心人士 深深地举了一躬 图上 孩子们在回忆成长经历的时候 仅仅拥住了吴爸爸 图下 罗局长在发言时 热泪盈眶 2015年 广西大新县 天等县校长 及优秀教师代表 齐聚固德 参加教师学习营 吴董亲自陪伴 处处关心 并以身作则 且在向校园捐资八万元 用于关心留守儿童事务 校长和老师们深受感动 谭校长阐述了建设幸福校园后 孩子们的可喜变化 学生懂得校亲尊师了 懂得了爱护环境 且精神面貌 学习成绩的表现 令全区数百所学校侧目 顾德希望通过教育 能够开启孩子们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 四 国际友人评价 及幸福伙伴建设 子曰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论语 一 典范建设 跨越国界 探寻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苏 周固德 做幸福企业的典范创建 更希望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企业和其他组织 都共同携手 慕名前来公司参访的国内外企业 已经有数千家 很多企业在固德看到了圣贤教育的运用和落实 对圣贤文化升起信心 经营传统家文化的企业 关键是把它变成是一个落实家道 家业 家规的学校 传统的圣贤教育 才是企业得以 有序经营 良性成长的根本 韩国德鲁克协会荣誉主席 联合国环境官员 韩国新范市委员长 文国县先生表示 40多年 我一直和西方人打交道 听完这些 我想确实这些是亚洲的价值 我们把这样的亚洲价值更多推广到西方去 像这样的营运模式 不仅仅能够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 也是可以很好的预防应对未来的危机 2014年8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第36届主席 你的2500个家人 还有2000个幸福儿童 为全世界创造了一个典范 我总是觉得 应该把全世界最好的价值 融通在一起 而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观 所以当我听到夫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耶稣 听到你们哲学的时候 我也会联想到我们西方的哲学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 2015年4月 德国隐形冠军与中国式管理研讨会 在顾德举行 与会嘉宾们被顾德家文化管理 深深感动 发现了东西方管理的共同之处 并且明白了 真正的管理 一定是重新出发 管理自己 感化他人 研讨会期间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韦伯教授说 我们是在圣贤文化中 找到答案的 我看到中国式的管理 我从德国的角度 鼓励你们 一定要保留 嘉文化的价值观念 我在这里学到的是 把过去的控制人 转到感动人 此外 公司的幸福伙伴计划 也在持续进行 四家成敬幸福伙伴企业定期交流 各自都看到了 经过圣贤教育之后 员工的变化 以及幸福感的提升 二 临选成敬幸福伙伴 建行 加文化 师长 静空老教授曾说 中国如果有20家企业 建行 加文化 就可以影响和带动 全国的各行各业 并给世界做出榜样 就能够让全社会 对圣贤文化 升起信心 遵照此理念 2012年 顾德开始进行 幸福伙伴计划 将在全球范围内 临选20家企业或社会组织 组成 尝尽幸福伙伴 落实圣贤教育 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加盟 加盟幸福伙伴 首先要是企业家本人的修身 顾德对企业家进行圣贤文化的教育 是一对一的指导 当对幸福企业建设树立信心后 每个企业家都发愿 改掉自己身上最难改的习气 有的戒烟戒酒 有原来认为男人做家务 是莫大的耻辱 现在每天自己打扫卫生 有彻底改掉30年的不良习惯 由使婚姻关系一度紧张的夫妻关系 完全恢复 幸福伙伴企业重庆奈德 曾用五年时间花一千多万 请两位日本专家推行TPS管理 员工抵触无法推进 学习圣贤教育后 员工从你要我做 转化为我要做 每个部门改善提案 比2012年增加两倍多 杭州盛宏盛董说 幸福企业在我们企业的平台上 我觉得更大的责任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把我们祖宗的文化传递到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传递到我们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015年12月 长径幸福伙伴年度会议在公司总部举办 在幸福之家 重庆奈德 量子高科 浙江盛宏 及中兴精密 四家伙伴企业 分别做了幸福企业建设的年度报告 徒为成敬幸福伙伴参观苏州顾德 白相集团的姚董 分享了自己一年多来 陪伴白相一万多员工 学习和进行圣贤教诲的心得体会 我是非常认同顾德愿景 用心将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 这个愿景很大 我们要参与进来 我们白相很想把食品做好 造福我们的消费者 因为民与食为天 食品安全 大家都很头痛 弹食色变 我们确实需要造就一批世界品牌 真正做出健康营养的食品 量子高科曾总表态说 幸福企业的建设是量子高科永远的目标 也是我们尝尽幸福伙伴一起奋斗的永远目标 中心精密张总也表示 他要把一半的时间用在幸福企业的推进上面 大家长五董总结道 企业应该是一所学校 能让我们每一个员工会命增长 这就是最大的慈善 是对我们天下父母最大的孝顺 也是对我们老祖宗最大的孝顺 我们要时时刻刻把名利放下 这样做确实能够造福人类 通过这次交流 大家也深深感受到 幸福就是我们共同成长 结语 实现大同世界的愿景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古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是老有所忠 又有所长 观寡孤独费己者 皆有所样 是故 谋逼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是为大同 群书制要卷七 礼记 大道实现的时代 是天下为大家 所共有共享的 选拔贤德之人 为天下人民服务 因此 人们不仅亲爱自己的双亲 不仅慈爱自己的子女 而使所有老人都能安度晚年 使所有小孩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健康的成长 并使所有官夫 官夫寡妇 孤儿 无厚寺的老人 以及身残和有病的人 都得到照顾和赡养 所以 人人都能真诚相处 就不会有勾心斗角 损人利己的阴谋出现 盗窃作乱的事也不会发生 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苏州顾德 用圣贤教育打造家文化 还在路上 未来要走的路 还有很长很长 正是由于祖先之德 和圣贤的护友 国家领导人 对圣贤文化的重视与推动 以及师长 敬空老教授的 尊尊教诲 我们才能够取得 这样一点点的成绩 希望日后 能够继续始至不渝 精益求精 再接再厉 为构建幸福企业 家文化 实现中国梦 乃至真正实现 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志 而尽一份心力 我们 读了 吴总 这篇报告 很受感动 我们在国外 也有人问我 习主席讲的中国梦是什么 我告诉他 中国梦就是世界大同 就是 李记里面这一篇 李人大同片 中国人这个梦想 至少有两千多年 那没想到 在今天 我们有可能 我们有可能 把它落实 纵然不能够普遍到全世界 一个象征 一个村庄 一个城市 再扩大到一个地区 一个县 一个市 我相信 可以做得到 它的细胞 它的根本 是什么 就是假 所以 二战之后 我们复原的时候 回到老家 也看 从前 血缘关系的 家文化 没有了 抗战时候 我这个年龄 还见过 在这种大家庭 曾经生活过一年 那这个大家庭 是我姑妈的家 我父亲的姐姐 他们这一家 兄弟十个 没有分家 十个大家庭 上上下下 将近一百人 已经帅了 兴旺的时候 三个多人 现在只剩 我那个时候 这一百多人 所以对于家文化 我有个概念 这个没有了 再恢复 不可能 就这么多年来 我们老听说 企业家 企业家 我就从这里想到 企业如果能 集成 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家道 家贵 家序 家业 能把这个回家的时候 我相信 中国王后 会由 七年盛世出现 齐家 就能治过 每个人把家治好了 过就治好了 过治好了 天下就太平了 为什么 外国人 会到中国来学习 你们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人与人当中的关系 人跟天地万物的关系 做到尽善尽美 做到人神都羡慕 外国的汉学家 他们对于中国 古生贤贤的学术 下国功夫 确实有心得 没有不赞叹 没有不佩服 没有不希望 中国传统文化 将来能够统和全球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 听到 学主席 都在重视 传统文化 都在谈传统文化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那么中国中国保存的 非常完整 全都在四国全书里面 唐太宗的全书 只要 只是四国全书的上半端 他从三皇五帝到隋台 揭露了 五十万文字 这五十万文字 就是唐太宗 经营出大唐盛世的一句 凭什么之苦 就凭这部 这部书 那现在我们希望 把后面的这一段历史 里面的 指摇 再把它选出来 做一个续片 这个续片就是 从随 随 随 唐 原 明 清 四国全书是到 乾隆六首为止 我们把四国全书 精华的精华 就是指摇 指什么 指身 对治我们的心身 让我们每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落实在家庭 家后万事先 落实在事业 以事业顺利成长 落实在社会 安定祸鞋 落实在国家 富强壮大 落实在世界 天下太平 这是真正的宝 那么现在 全书 两次的 这个 反应 大概不至于 流逝了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 需要一批老师 能够 读 全书 能够讲全书 把全书 讲明白 讲清楚 讲透彻 再写成白话文 翻成外国文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从他自己文字里面 读到一本 这就是在全球建立共识 二是文化 中国统治全世界 不是政治 不是武力 不是科学技术 也不是经济贸易 而是文化 就是这一步之遥 这个三年 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讲英文一本 英一本 分送给每一个国家 大事的 大事跟代表 没有一个不欢喜 没有一个不赞叹 这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观察 现在风向来观察 群术之要 是现代 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大家统统需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 最迫及的 就是培养老师 能 学习 群术之要的老师 能讲解的老师 能把它翻成白话文的老师 能把它翻成全世界 每个国家文字的老师 不但中国有救了 全世界有救了 我的年岁大了 谈到这个事情 心有余而立不住 可是有机 有这个机缘来找我 我还是不能退卸 要帮助 培养 群术之要的 四次人才 这部书 我听说 已经是 党校 必修过程 好 让中国 共产党员将来 各个国都是有大智慧 有大学问 有大佛宝 为国家 为全世界人 为全人类 某幸福 啊 真正大同世界 我还有件 些清楚的事 第一个 小孩读书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国家培养 不必交学费 因为已经交不起学费 而是学的 不知道多少人 我是受害的一个 交不起学费 不能上学 不是不喜欢读书 为什么是学 家里交不起学费 啊 所以我就想到 学费 要给国家 第二个 医生 读医学院的 国家要 供养他 要给他说 啊 第三个 医院 医病 不要钱 医生 不要钱 医生 从学医 就是国家 培养他 啊 能够做到的时候 啊 我们小朋友读书 不要钱 也指 你有多大的能力 你读到 读到什么省次 啊 读到大学 读到研究所 啊 算是公募费 是国家 啊 这是 国家从财政里面 提出来 让全国的 这个月儿童 读书 没有有助 啊 不但不收学费 还管持 管住 啊 像我们在抗战时期 念这个过立中学 那些流亡学生 家破人亡 政府 把这些小孩 收集在一起 办中学 办小学 啊 给他们 待遇 每个月还有一点零用钱 让他们专心读书 啊 我们希望说 看病不要去 啊 读书不要去 啊 老人的时候 老人院不要去 啊 真能够把 啊 养老日幽啊 啊 把孩子这个 在医疗啊 啊 医疗教育 这是国家的大振 啊 都是国家的负担 啊 国家从税收里面 提出这笔钱 来干这个事情 啊 这个国家 就是天堂啊 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啊 这个政府 就是人王 天王 谁不尊重 谁不爱护 啊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休息到死地 啊 今天两篇都好 啊 非常难得 我们看到 无量的欢喜 祝福 由智者 四近者